这一名18岁高中生 拥有5亿房产 不过却在同性结婚后 两个小时离奇坠楼身亡 由于他身体出了一只手骨折 没有其他的明显外伤 家属觉得死因不单纯 请法医高大成到现场勘查 而高大成也针对他的死因 提出了多项疑点 但是我的认为是说 从二楼到十楼栏杆都要去找 找到真正的坠楼地方 不过也有社区住户 出面受访 说当天的确听到了巨大声响 那天差不多早上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 我刷完牙我老婆刚好在阳台 跟我说她听到蹦的一声 很大一声 那个绝对不是车祸 也不是什么 就非常大一声 十一点多 我们听到救护车来 刚才停在这边 这名高中生疑似从高处坠落 却只有一只手骨折 还一度被误认识录倒 高大成受家属委托 中午到坠楼现场勘查 随后再转点殡仪馆 要进一步追查高中生的死因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响应资讯 镜头交换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